芒果冰夠少許 不太大?比蟲珠? 是不是看得流口水呢? 台南每逢夏天就盛產芒果 最適合吃芒果宴 特別推介這個芒果冰 加上酸酸的情人果 超級少許解渴 別以為這些是香港吃開的芒果王 其實台灣品種多樂樂 有些可能你都未聽過 好像用來煮菜的叫金王 貪他肉口多汁 做甜品的用外文 至於他們就叫肉文 是金王和外文結合種出來的 他們就最原始了叫桃芒果 又紅又綠 別以為他們未熟 上山看過你就知道了 溫泉老闆水哥帶我們上山 看一下台南歸丹的田園生活 原來這裡盛產芒果變紅是有巧妙的 為什麼會比較漂亮呢? 它日照比較充足 所以你看這個紅色呢 它會顯現出來 難怪這些被葉遮住的 只有一邊變色了 水哥說 愛民和育民都要整個紅燈檔 才賣到好價錢 所以要剪走曬旁邊的樹葉 讓它們曬日光肉 還不可以這麼早套袋 為什麼要套袋? 為了防水 做防天敵侵襲 萬一果仍咬芒果一口 在上面產涼的話 到芒果熟的時候 又重複發 你吃的芒果就會有蟲的了 那啡袋和白袋又有什麼分別呢? 來 這個是愛民要套白色的袋子 因為要讓陽光照過去 所以你看喔 你看它整顆要紅燈燈的 水哥說 種愛民就自辛苦了 因為沒得人工催熟 不在樹上種到完美都不著得 要逐個逐個看的 至於肉文就好種得多 因為可以催熟 透這些不透光的袋 變粉紅色就最漂亮了 是不是很多學問呢? 盛世人你都大自然 真是很多東西學的 就連種在山上還是山下 都影響芒果大小 是甜是酸 事關芒果愛曬怕水 在山坡成長 一上一下陽光充足 雨水又射走得快 自然山芒正過地芒啦 探過之後 明天我們向平東園方寮進發 散發一下藝術氣息 都…OK 似吧? 好帥啊 專門做木材藝術的她 竟然我不想再見到這些木 為何又愛又狠 明天告訴你 既然不見得不見 為何小竟然不見 寂寂 未必在反應 好幾周 既然不見